那针对3D模型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如果你有了模型之后 那比如说像我拿这个椅子 拿这个椅子 你平常如果像这个椅子你要旋转 我们一般预设的就是只有这个 就是这种 这样转而已 对不对 就像这样转 可是呢 如果你不想要它只有这样转的话 怎么办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去找一个车子来好了 车子车子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车子的跟交通有关系的 好 找台摩托车出来 平常你放进来它肯定都是像这样 是平平的摆好 如果你要聴摩托车怎么办 你用这样转 应该没有办法达到你的目的吧 对不对 所以你就在模型上面点两下 就在上面点两下 在这里 有没有发现这有个G轴的旋转 有G轴S轴Y轴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 到底这个你要让它翘起来是针对S轴Y轴 还是G轴 如果搞不清楚你就三个都试试看看 那以这边来讲应该是S轴 比如说我S轴变45度 我们看一下 它有告诉你 这里有没有S轴Y轴Z轴 对不对 所以你还要翘高托 是不是要S轴 这样有没有翘起来 对不对 所以有些时候你可能需要模型的旋转 不是只有我们一般的那个水平的方向 因此你可以先确认一下 一般来讲你要往上翘的 这个比较没问题 就S轴 那如果你要左右转的 就是G轴 那么你要怎么样 这样 有没有 倾斜一边倾斜一边 这就是哪一轴 Y轴 对不对 在这里 Y轴 所以如果你除了这样子 还要侧身30度 这样有没有侧身30度 躺在下面 代表有交通事故发生 是这样吗 这样了解 所以这个也是 那时候5.6就增加出来的功能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功能 来让它模型在变化上会比较多 这个是跟各位补充一起 对 对 对